在第五人格游戏中 只有求生者才会触发特殊成就 常见的成就比如有钢丝舞者 占地医生 深度解构 木秀鱼灵 干杯 再会等等 由于成就的不同 触发条件自然也不同 比如舞女需要无伤牵制一分钟 园丁需要盾被打掉牵制一分钟 医生需要在受伤且被追击的情况下不断回满血三次 囚徒需要在三分钟内连接密码机并修开两台 而本期我们所要讲的是小女孩成就 该成就很多人至今都没有见到过 首先来说小女孩的隐藏成就叫险象还生 顾名思义想要完成成就非常困难 触发条件很苛刻 想要顺利完成有两个条件 第一 牵制时长超过或等于一分钟可附身队友 第二 当监管者使用技能实用输液 弹开抵消对方技能三次 第二点 想要完成非常困难 举一个最简单易懂的例子 如果小丑在追你 那么当小丑用拉锯追你时 你放输液断掉了对方的技能 就会记录一次 三张输液断掉对方三次 恭喜你解锁了隐藏成就险象还生 但是这样操作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因为险象还生 和解擦刀小能手就在一线之间 这也是为什么小女孩 会被称之为小马孩的原因之一 毕竟在监管攻击之前释放输液 从而实现打断攻击的目的 可不是简单的事情 更何况还得打断技能 那就更加的难了 因此小女孩的隐藏成就非常难实现 甚至在实战中都少见 那么问题来了 你在实战中见过这个成就吗 在实战中见过这个成就